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说破就能破的 这威丫伪天合还是天合镜 难不成雁东行一直在装病 现在还有谁要反对我的决定吗 邵家主受任仪式正式开始 行跪拜礼 这是象征燕家的过去与未来的两件珍宝 你一定要妥善保管 师父 弟子替你拿回盘龙院了 且慢 大胆竟敢擅闯我燕家盐巫场 我们是奉炼药师协会之命前来的使者 竟 竟然是炼药师协会的人 几位大人远道而来 要不要先去屋里喝两杯茶 来人 备茶 请几位贵客 不必了 今日我们有要事前来 不久留 堂堂炼药师协会和城主府来我燕家这弹丸之地 是有何贵干 我们此次前来是为了收回盘龙院了 盘龙院是我师父的遗物 你们休想得到 盘龙院本为魔龙教供奉之秘宝 后流入市井 据文 青森山脉之中 有一则代代相传的传说 古时 一位心术不正的大能 接触了盘龙院后 剁为魔龙 覆灭术国 成为了祸世的天灾 阿修罗带数万精兵 才将其封印 燕家家主 你应该明白 盘龙院流落在外 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了吧 快交出盘龙院 我已将盘龙院交与 少家主陈锋 你们要取 自然得问过他的意见 正合我意 无论你们是什么手段 我都不会交出盘龙院的 陈锋 你只不过是我们城主府的 一枚棋子 我劝你好自为之 乖乖交出盘龙院 不然 可别怪我们不客气 你算什么东西 还敢命令我 想抢便来抢 请拿尘锋 回收盘龙院 真射 此子竟有这等本事 面对炼药师协会三人 还能游刃有余 少家主威武 还得本少亲自出手 流水拳 你不是很能吗 怎么连我一击都接不下 你的钢器 在刚刚的战斗里已经消耗殆尽了 现在撤退为上级 或者 你把身体交给我 先任少家主也不过这点程度 成不了气候 接下来 只要和城主府那边 怎么 这就投降了 晚了 现在就算你交出来 也难逃一死 师父留下的两件衣物 或许能有什么联系 要是再敢打破露音的主意 我就将他毁了 毁 毁了 毁了 眼下 还是先撤退吧 黄甫白 你给我盯紧这小子 一找到机会就下手 小子 你给我记住 敢招惹炼药师协会 你的下场就只有死 好 做得好 炎家少家主 就该有这种气魄 少家主追我 拜见少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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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锋 炎家的未来就靠你了 我们这些老家伙 也会尽全力支持你的 没错没错 少家主 我们一定鼎力支持你 承蒙各位厚爱 既然大家支持我 就要听我的安排 现在 我要将少家主之位 传给一个人 陈锋 之前我和子龟 多有冒犯 这令牌 严青蓝 我将少家主之位 传给你 小女愿为炎家 事业鞠躬尽瀉 绝不辱炎家 先祖之名 联药师协会 恐怕不会放弃 盘龙燕 大宁城 我不能再待下去了 姑姑 我们就此别过 等等 陈珠府的护卫 一直在暗中监察 燕家 此番回去 路上 得万事小心 我明白 我会让人假扮你 引开 陈珠府护卫 剩下的 就靠你自己了 抱歉 现在燕家 能用的人不多 已经足够了 多谢姑姑 抱歉 如燕 如今强敌还死 燕高扬我暂时 你怎么了 公子 我 难受 公子 别动 你中毒了 中毒 有我在 没事的 我的钢器 竟然无法压住毒素 只能用向流了 写下来只是解毒 你多担待 公子 陈锋 有杀意 瞧我看到了什么 你竟然在野外 私通婢女 我没有打搅到 你的兴致吧 陈锋 赢高扬 大宁城的险贵 今天倒是来得挺全 你们两个这就迫不及待 背叛燕家了 燕家算什么 只要能得到炼药师协会的青睐 到时候资源无数 天何尽可欺 陈锋 当初受到的屈辱 我都会一一还给你 陈锋 没想到我能在你的婢女身上 种下追踪虫吧 你难对付不假 公虫放不了你身上 可这个小丫头 就不一样了 公子 是我对不起你 不关你的事 还在调情 陈锋 你和你的小婢女今天 不可能活着走出这里 我却不这么认为 大哥 我来助你 走 陈锋 竟敢耍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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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 陈锋 你的武魂和武技 我早有防备 我的气魂金刚圈 神门六重也不敢用肉身敌的 陈锋 你是第一个 果然已如今的境界 对付神门五重 还是过于勉强 交出盘龙印 给你们留个全尸 等等 花如言 可以不杀我吗 我其实 其实一直不想做陈锋的奴婢 别过来 我知道 您是大宁城的少城主 比起宫 比起陈锋 想必家中要阔绰不少 我 我想追随您 我想过上富裕的日子 我跟着陈锋什么都没有 你 你 你能否给我个机会 少城主如果没兴趣 不如把这个女人给我 不如把这个女人给我 这要貌跟在陈锋身边 确实是可惜了 随便你 我只要陈锋的人头 和他身上的盘龙印 陈锋 你真可怜 连婢女都看不上你 这也没啊 小贱人 陈锋 你就好好看着 看看这小贱人是怎么死的 花如烟 还能分心 陈锋 你给我看仔细了 眼高扬 求我呀 陈锋 公子 愿来生 还能再见 花如烟 雁高扬 这个废物 最终死在了女人身上 陈锋 接下来 该到哪了 你们两个 今天都得死 哼 少城主 这小子还在做梦呢 这是什么声音 西张声势 这 这是什么怪物 西张声势 好硬的肉身 可以抵挡神门六重一击的流云盾 竟然被他眼睛就打碎了 无极重网重宝 可是炼药师大人传授 配合金刚圈 看你怎么破开 你以为靠这些就能困得住我吗 怎么可能 有血消耗次数多了 变身时间越来越短了 看来你的秘法也维持不了多久 去 春风 看你还怎么抵挡我 春风 快醒醒 该死 小爷和你拼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春风 你给小爷活着 不然以后别想见到我了 陈风 现在的你 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陈风 正北方向 这小子受了这么重的伤 还能跑这么快 不知道修炼的都是什么武器 等我抓到他 一定让他全部交出来 你看左侧 好 好 好 借你点血气 陈风 别挣扎了 快把你的技能都交出来 陈锋 看你往哪儿逃 血沙飞猛 该死的陈锋 血沙飞猛 血沙飞猛 紫月 这妖兽也太过强大了 左边 左边有一个山洞 我绝不能死在这里 你 这 这是传闻可让人顿悟的 射珠 陈锋 射珠是我的 你要想拿 那这里就是你的白骨地 看你有没有这本事 你走 那这里就是你的白骨地 这灰有土 竟能封闭钢器 没有钢器 也能杀你 这些是什么怪物 居然有神门镜肉身的实力 陈锋 你给本少爷殿后 皇甫白 还好你将练到白岩之去 等陈锋这家伙死了 再去拿盘龙印 任意叫活泥 我神门五重肉身 比你多开了两个神窍 我不信你比我强 好 好诡异的地方 天河其酒 难道 这里是天河性强者的一记洞府 这血中如也是当事罕见 陈锋 前面只有一条路 想要活命 我们只有合作先过去 好 我先过去 再过来 既然你我各自信不过对方 本少爷也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 大不了 你先上 我跟在你后面 只要拿到万年血中如和天河强者的遗用 密法透支的兽元 也能不回来 孔副百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露出马脚了 陈锋 这次是我胜啊 谁胜谁负 不到最后 谁能知晓 等我取了万年血中如 再来拿盘龙印 有了这等天地灵宝 千河 不 天无尽可侵 星河之力 星河之力 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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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这样下去 我会被这股力量 压迫至死 盘龙印 居然能吸收 星河之力 云爪 看样子 和我体内的龙血有关 就算死 就算死 我也一定拉你下去 就算死 看样子 看样子 和我体内的龙血有关 这龙爪上的学窍数量 和龙像占天爵是一样的 龙像占天爵和龙爪 龙像占天爵和龙爪 果然有联系 神门二冲 巅峰 还能操控 还能操控这龙爪 这龙爪要消耗大量精神力 不到关键时刻 不能用它 神风 小心些 我看已经失去理智了 这么对付 这种传毒的攻击 对了已经没有作用了 但是什么内招 要耗费大量精神力 一旦没有击败它 只能补一把了 这种优优独播剧场 这种优独播剧场 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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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醒过来了 没想到这灭天神龙爪 消耗竟如此大 不到万不得已 是不能再用了 这恐怕是黄极九品 不对 已经超过黄极的范畴了 你使用这种级别的武器 还是太勉强了 这些万年血终乳 对修炼很有帮助 可以带回去 给师姐它们 陈锋 陈锋 快走 洞穴快崩塌了 陈锋 那个阵法就是出口 有出去的希望了 这个阵法 快 用灵石启动它 快 用灵石启动它 快 用灵石启动它 我没能保护好如烟 但也不能让它 横死荒野 无人埋葬 公子 如烟 你还活着 别过来 陈锋 燕高阳 你放开它 放开它 可以啊 只要你自费经脉 我马上就放了它 公子 别听它的 你闭嘴 不想看着它死 就照我说的做 燕高阳 今日我死了 做鬼要拉你一起 给我和姐姐陪葬 绝对不会让你好过 嗯 如烟 冷静 想想你姐姐 想想你姐姐唱给你的歌 你一定要活下去 我会想办法救你的 姐姐 姐姐的歌 公子 我走了以后 你一定要记住我 记住我给你唱的歌 小河旁边 有棵大柳树 长长的枝叶 在随风飘舞 陈锋 你想做什么 这是你的仇人 交给你自己处理 谢谢公子 为我姐姐报仇 别过来 别过来 你们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们 我做什么都行 放过我 求求你们 放过我 我和姐姐相依为命 是你杀了我唯一的亲人 饶了我饶了我饶了我 放过我吧 不要啊 姐姐说要好好活着 凭什么就因为你 她就不能好好活下去 前辈 你在兽朝中 击溃试魂兽的那门武器 可否指点我一番 一切尽在不言中 有缘者自然悟 前辈 可否说得再明白些 我这个俗人听不懂啊 随我来吧 看看你的悟性能有几分 我谢东山 奉有人之兔 在此镇守 要想进去 除非踏过谢某的尸体 贼 受死 陈锋 哪儿来的臭小子 跟他废什么话 敢插手铺楼鼓办事 搞死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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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 饶了我吧 大师 我给你磕头了 放过我吧 我留你们一条生路 不是为了让你们向我谢罪的 你们真正该谢罪的对象是 白杨镇的百姓 记住你们今日的行进 以后给我好好赎罪 大师 当真是性情重任 你刚才的掌法 与我修炼之道 倒是颇有相似之处 请大师指点 你的光明大手印 还未发出真正的威力 你要继续深修这门武技 威力一定会有其大提升 原来 这就是光明大手印的第四印 狮子印 驱邪助政 感谢大师指点 多谢两位出手相助 大师 您是大小姐请来修复白杨镇禁地封印的 大师 那我们还真是有缘 带我去禁地看看 请 听说在这座山谷的福地里 住着一位天仙般的美女子 我也听说了 前几天李师兄 想去对那美女子下手 却被轰了出来 以李师兄的实力自然如此 要不咱哥俩去试试 你看 这又有个不实相的 妄想去俘获美女子的芳心 这不是那个异常嚣张的下院弟子陈锋吗 据说 还重伤了两位我们中院的弟子 好像是 这下可让我们抓着他的把柄了 要是告诉杨长老 不知会不会给我们一些零食做奖励 你们还在苦苦支撑 真是了不起 就是不知 你们能否撑过我这关 朱玉成 你来这干什么 这是陈锋的洞服 我来这儿 自然是拿回洞服 怎么你们不敢应战吗 你不就是知道 陈锋不在才敢来吗 若是陈锋在 只怕你都不敢靠近这里 废什么花 整鬼蛋 结束了吗 这些日不见 你倒是让我刮目相看 但说到底 还是群不自量力的蠢货 这便是你我的差距 明白了吗 别惦记着陈锋了 我看你有点姿色 不如跟我 你做梦 韩玉儿 你别给脸不要脸 煮玉成 我的人 你敢动 陈锋 上次的账 我们可要好好算算 师姐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对不起 让你受委屈了 不能怪你 师姐 陈锋 你竟然敢无视我 等我先解决了他 朱玉成 我这就成全你 你看 陈锋 师姐 没事的 宗主 徐老 从算知道来见我了 还以为 你小子 怕老夫忘了 弟子前脚刚踏进全元宗 后脚不就来看您了 陈锋 这次找你来 是要给你新人榜第一的奖励 宗主且慢 宗主 陈锋违反宗门规矩 邢堂前来捉拿 杨长老 半月前寿朝一役 我还没找你算账 你倒是恶人先告状了 寿朝 什么寿朝 我这次来找你 是跟张德有关 张德 来人 带走 大男陈锋 你竟敢反抗刑场 宗主 虚了 此事前因后果不明 弟子请求在殿内审讯 那便在殿内审讯 是 宗主 把人带上来 陈锋 寄于张氏已久 欺辱张氏时 被张德撞破 张德不敌陈锋 至今未行 就是他 弟子 从未见过这个女人 就是你 你想借着奴家羞辱相公 可怜相公断了一臂 递不过你 陈锋 你简直无法无天 荒唐 难道刑堂 仅凭张氏之言 就能断定 这些都是我做的 把人证 带上来 你们两个 看到了什么 尽管说出来 十日前 我们见到陈锋 重伤了张德师兄 你们说我伤了张德 那告诉我 我用的是什么招数 说 信一道光束 杨长老 你怎么忘了 把供词统一一下 我拜扬景天 在寿朝 又与你结怨 我知道 迟早有这么一天 只是没想到 你的伎俩 会如此下作 可笑 人证 物证 皆在 你说你没做过 又有谁 能为你证明 陈锋 你想做什么 快 拿下陈锋 天雷寺僧人 前来拜见 前元宗 天雷寺 请僧人一叙 冒昧打扰各位 宗主 十日前 弟子正与大师 同行白杨阵 好啊 陈锋 你竟还找了 天雷寺的强者 陪你演戏 贫僧修的 是正本新功法 既然施主不信 贫僧倒是可以帮忙 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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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陈施主说话 佛陀会敲下去 砸碎他的盘区 嗯 嗯 陈锋 你是否欺辱过张氏 伤了张德 弟子没有 该你了 张氏 你在殿内所言 是否属实 嗯 嗯 是要命 宗主 太神饶命 杨长老救我 嗯 可恶不忍 竟敢欺瞒我 带下去 人家审问 嗯 弟子还有一事要报 半月前 弟子听九宗联合诏令 阻拦寿朝 杨朝却公报私仇 将弟子推入寿朝 弟子差点运命 杨超 可有此事 陈锋 你休要胡言乱语 你可敢被佛陀一事 不要 杨超 事情已经明了 今日 老夫要用你的命 来换乾元宗 朗朗的乾坤 杨超身为邢堂堂主 执法犯法 定要重责 杨超是杨不义最疼爱的儿子 宗门不客气大拨乱 望虚老亮情 令 罪除杨超 请堂堂主一职 重罚闭关一月 宗主 杨超他 陈锋 你放心 我一定让杨家 弥补你的损失 交友 宋贫僧一成 为思欲思念所困者 终将不能长久 小友 有些驰鱼 是可以游向大海的 小友 就送到这里吧 陈锋 怎么 找我有事 我是来向你辞行的 辞行 去哪儿 我准备进入青森山脉 深处突破 虽然很危险 但我知道 你一旦决定了 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这样吧 我帮你把历练需要的东西 置办妥当 你再走 我听你的 陈少爷 您来了 来了健保大师 免费健保 若是愿意当场售卖 同门皆可竞价 若是无人竞价 断天阁 会已超出市场一成的价格收入 而且 本场累计卖出物品的零食最多者 赠送造魂丹一枚 造魂丹 对师姐的种子我会有益 谁积累的零食最多 杨超长老 杨长老 您在寿朝里大显神威 也只有您 拿得出这些寿朝里的珍稀资源啊 在下有一宝物 还请大师鉴定 陈锋 没想到你一个穷鬼 也赶来健保 我也没想到 阳太上又给您在宗门内谋了个职位 那就看看 你到底能拿出什么重宝 还请大师鉴定 避风珠 万头避风兽才可能有这么一颗 你要竞价拍卖吗 当然 这次我的目标就是造魂丹 避风珠 竞拍底价 五千块中品零食 一万块 一万五千块 还有要出价的吗 让你失望了 杨长老 陈锋 别以为你拿出一剑看得过眼的就不得了了 你敢不敢和我比 好啊 但光比没意思 不如立个赌约吧 说吧 反正最后输的只会是你 书方 不仅要给迎方拍卖物品总价 还要从段天阁滚出去 好 那么这场竞拍 就由在下来主持 段天阁剑宝 轮替竞拍 杨长老先请 择兽令 可遇使神门一镜以下的妖兽 竞拍底价 一万块中品零食 一万三千块 一万五千块 两万块 神门镜四重妖兽 猎恶的蛋 竞拍底价 两万块中品零食 两万三千块 三万块 五老一记的金甲 十五万 老夫要了 兽物面具 我出三万块 龙京 龙京 和猪鸟为雨 我要了 十万块 万年半生中乳食 万年半生中乳食 竞拍底价三十万块 这 谁买得起啊 老爷 我们要买下来吗 断天阁 愿意 以三十三万块拍下 陈锋师兄的拍片 都好厉害 杨长老是不是 没东西可以拿出来了呀 陈锋师兄的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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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太得意 愿意二十二万块买下 陈锋 你我累积零食 相差近二十万 你 如何赢 慢着 陈锋 你没东西 也不用拿出这么个破烂玩意儿吧 麒麟亨幼 虽死卖油洞 贪污流嘴 是那头 传闻中的试魂兽 神门五重妖兽灵甲 竟拍底价 二十五万块 不可能 孙华 我看是你与陈锋交好 胡乱报了这个价格 杨长老 断天阁的性欲 不是你能随意诋毁的 是真是假 我一试便吃 杨长老 灵甲还未检查 不可以这样试 若是挡不下我一击 这破烂灵甲 又凭什么有如此高的价值 灵甲 我回去 杨长老 你可不检 杨长老 你我之间的赌约 可还没完成 海脉的灵石 全归你 还差六万五千块 杨长老果然信守承诺 那请你们 滚出去吧 你 这可是赌约 杨家这么不讲信用 看什么看 都滚出去 刚才说过的 输的一方 都滚出去 这是造魂丹 我想 没人比你高了 赤魂兽灵甲 无人净拍 断天阁 以二十七万五千块收了 加上杨长老的 总计 一百二十二万五千块 这么多 太多了吧 但断天阁内的灵石不够 剩下的 要你跟我去一趟长河城了 无妨 正好要去置办一些东西 陈锋 家族非常重视 弑魂兽灵甲 破例给你开了秘藏阁 你尽管挑 今日 孙家真心待我 我必不会忘怀 这里 都是孙家珍藏的药材 鬼面血人参 七色草 鬼气莲 衣兵草 我还需要顶 还要能承受高温的 能 就这个 感觉很适合我 这名为四族蛟龙顶 我孙家做过实验 但并未发现神效之处 不过 有一次在风雷大作时 进行测试 似乎听到 顶中有哀鸣之声 无妨 这是你要我准备的 全都是补血恢复的圣药 左边的是给燕冰的 右边的是结余的四十万块中品零食 孙家有没有通信御服 静气库所没有 如果你急需的话 可以去谢家拍卖场看看 打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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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做什么 当然是买身了 带走 放开月臀 救命啊 猖狂 把你的脏手拿开 这又是哪里来的小娘子啊 恶心 杀 得罪蒙虎帮的人 都别想好过 接人 敢管蒙虎帮的事 找死 神 神门强者 我是前缘宗弟子 陈锋 蒙虎帮想报仇 直接来找我 但要是再敢找这母女二人的麻烦 我绝对不会放过她 不不敢了 别要 滚 呸呸呸呸 不要你救了 我还真以为她改性子了 我先给你们找个落脚点 钱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 备好热水 还有好菜 不会劝你银钱的 没想到 你还挺细心的 我也没想到 谢大小姐会为平民出头 我还以为 你的眼里只有权势和利益 你跟着我干什么 我只是要去谢家拍卖场 不是跟着你 我看你就没良好心 这 小姐 谢明堂带着家族长老过来了 哼 失事的家伙 蹦倒不了几天 谢竹心 我谢明堂没这么容易倒下 长老 明堂 你有什么要问的 禀长老 明长中的毒是千辛海棠 我想教队库藏明戏 看是不是本人用了 东山 查账簿 小姐 千辛海棠已经不再苦藏了 是被谢三管事射走的 在下记得 千辛海棠是春丹的主要之一 哼 恐怕谢三和谢明长早就定上了 我还有任正 允豪爷爷 那小贼实力强劲 能熟悉明长少爷府邸 先有如此实力的 我身边的高手全部登记在侧 你应该不会认不出来吧 若是外边的强者呢 也如你 陈丰谷 谢老前辈 说话是要讲证据的 谢东山为了你去白阳镇修复禁地 甚至与骷髅骨结下仇怨 你一个无名小卒 凭什么 让竹心小姐花大力气帮忙 不过 竹心小姐知道老夫的实力 不可能不顾陈兄弟的死活 派你来引走老夫 但万一是真的 那可不值得了 若陈兄弟能帮我们找出真凶 我和明堂少爷 必定奉你为座上兵 若是有丝毫隐瞒 便是与我为敌 抱歉 谢老前辈 晚辈并不知晓 陈兄弟年纪轻轻 就能击败钱一同 老夫首养 倒也想世上一世 想是看我 那就不用龙相占天诀 这 功法不对 难道不是他 住手 谢银行 你想对我的客人做什么 是老夫冒昧了 谢明堂 回去禀报 张老慧吧 对了 张老慧 不久前抓到了 谢三管事 他交代了 刺杀朱新的计划 你回去解释一下 张老 张老 误会 是误会啊 陈锋 这次 倒是要多谢你了 小姐 你让我画出来的 都在这里了 嗯 知道你缺神魂药物 这是我从葛丹大师那里画出来的 当时我给你的谢礼 多谢 你先别急着谢我 我还有东西要给你 这是 上面是你要的通信与符 盒子里面 是可以助你突破神门禁二重的天尔丹 天尔丹 还不快接走 那我就确知不公了 有人盯着我 出城在收拾你们 这小姑娘是怎么了 京月纯 能听见我说话吗 大哥哥 救救你 好恐怖的毒素 都让开 我的妈呀 妖兽 这什么呀 这是武魂 陈锋竟然把毒解开了 计划有变 走 计划 你们跟着我一路了 到底有什么计划 说 死 我说 我们准备用江氏母女将你引到城外 江流氏已经被我们下了另一种毒物 只要你去救江流氏 只要你去救江流氏 你身上沾染的毒素 会和江流氏身上的另一种剧毒混合 陈锋中了这绝命毒 拿下他一如反掌 你小子怎么猜回来 叫你盯着陈锋呢 陈锋 陈锋 老谷 他抱着那女孩 肯定沾染了毒素 啥 立功的时候到了 陈锋 周围 周围还有人埋伏 陈锋 不对劲 快走 也许还能救活他 陈锋 紫月 陈锋 这个大阵隔绝了天地之力 我维持不住了 你小心 陈锋 你以为我只留了这点后手吗 哼 有什么事冲我来 为什么要连累无辜 怪就怪在他们运气不好 与你相识一场 我做梦都恨不得杀了你 是你 因为你 我保护苏绍游不利 被罚毁龙毒猴 都是因为你 废话少说 陈锋 你抢我破警丹 又伤我儿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用不了钢器 你就是废人一个 你没中毒 也不是神门一宠 消息 完全错了 怎么可能 别杀我 别杀我 杀人偿命 天经敌义 可这都是苏绍游指示我看的 不要杀我 苏绍游